现在买车你还会选择手动挡的汽车吗 前两天我老家的一个亲戚 让我把它看款车 人家点名就要手动挡 我说你就买个自动挡吧 现在这个手动挡都不好找了 他说我开这个农用车开了这么多年 我就喜欢手动挡 我不喜欢自动挡 手动挡到底有多大的魅力 能够让我上了年纪的亲戚 还如此痴迷呢 今天也想跟大家再掰扯 首先第一点就是他跟我说的 手动挡不容易坏 你看我那个农用车 我无论什么路想怎么造怎么造 这么多年我也不维护 它从来没坏过 这点还真是 手动挡真的不容易坏 先比于现在的自动挡来说 手动挡它的机械结构简单 而且手动挡不像自动挡 还需要有电子元件 需要有电脑控制 手动挡甚至可以不用电脑控制 所以它的机械结构和电子结构 可以做到比自动挡简单很多 大家都知道机械结构 越简单固张力越低 就是这个道理 你越复杂肯定固张力越高 所以手动挡皮细耐用 维护简单这是真的 第二点就是手动挡比较省油 这是他说的 不是我说的 手动挡比自动挡真的省油 说实话在前些年 自动挡没有普及的这么全面之前 确实手动挡真的是比自动挡省油一些 因为你能为的控制换挡司机 有些老司机一到车子 不需要加速的时候 它就直接一个空挡一排 手动挡可以留空挡的 没事直接溜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车子变得特别轻巧 但是自动挡基本上是不可以留空挡的 因为自动挡挡 流空挡可能导致整个变速箱温度过高 严重的时候可能损坏变速箱 所以在前些年确确实实 手动挡真的是比自动挡省油一些 但是现在这个自动挡 自动挡程度已经很高了 而且换挡司机 包括各种场景 已经匹配的比较往上了 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 你要不是说开了很多年车子 老司机对手动挡特别了解的 同等情况下 你真的不一定开的 会比自动挡省油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你可能手动挡开的比自动挡 可能稍微耗油那么一点点 所以这个理论前几年成绩 但是现在确确实实 随着技术的发展 它是不一定成绩的 第三点就是买车的时候 手动挡要比自动挡要便宜一些 这是真的 买车的时候 由于基本上自动挡 它的结构复杂一些 就是说白了 整个变速箱它贵一些 所以它先对来说 同等条件下 自动挡车子比手动挡的时候 它是要贵1万块钱 但是这几年 由于手动挡买的人少了 厂量也低了 然后自动挡它的厂量大 这个卖的比较多 通过数量的优势 进一步的压低成本 实际上再去买车就会发现 现在这个同等条件下 同一款车 如果有手动挡 也有自动挡的话 你配置差不多的时候 它的自动挡可能只比手动挡 贵3到4千块钱 这个差距就已经很小了 第四点 就像我这个亲戚说的 感觉开手动挡 这个更有智商 更有乐趣 这一点说实话 就是现在这个自动挡 很多也都有手自一体模式 你也可以单程 简单的手动挡来开 而且你其实开手动挡 有多少人会把手动挡当成赛车来开 大部分时候 也就是不堵车的时候 偶尔跑跑 你觉得这个还有乐趣 真要碰到堵几个小时的情况 你会发现这个乐趣 它就变成了一种累赘 所以从驾驶乐趣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 普通的家人车而言 不要谈这个乐趣 怎么开到你舒适 简单 它就是最好的 除此之外 我这个亲戚还提出一个 他认为很有道理 我觉得其实也有道理的一个观点 就是他这个车买过 就是不仅他开 他老婆也考完驾到了 偶尔也会开一开 他就担心 他老婆万一把油门当成刹车踩 这就麻烦了 但是手动挡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开手动挡 他学你自己放挡 他就学你踩离合 也就是说 很多人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 他搞头部性的时候 他在把油门踩下的时候 他另外一只脚左脚 他会放在离合踏板上 一脚把离合踩下去 这个时候 你同时踩下油门和踩下离合 车子是处在空挡状态 虽然说油门夹到底了 车子会轰的一声 很吵很吓人 但是车子并不会原地加速起飞 他甚至可能停在原地 这样的话 大大增加了物财的安全率 他说这个还真有道理 说到这里 我还想让他买来自动挡算了 最后他还跟我说了个理由 我就得跟他去找一个手动挡算了 我也不想让他再买自动挡 毕竟他自己正为中心的手动挡 而且关键是最后这个理由 让我也没法拒绝 他说关键是 现在大家都开自动挡 已经很少开手动挡了 这样的话可以很好地避免 人家找你借车的情况 毕竟这个厦里相信他 找你有时候应个急借个车 你还不好拒绝 你看我一看 就一手动挡的车 你一人开你就开走 大家很久没摸过手动挡了 心里发出不敢开 这样的话可以从根本上 杜绝现在一部分 就是新手司机借车的情况 所以他说到这里 我跟他捣鼓捣鼓 还得让他找他手动挡 让他过段时间过来看一看 看上来让他自己去提车 好了 这就是我的亲戚 真的是上了年纪这个亲戚 他为什么这么中情于手动挡 其实他说的没一点 有道理 优先确实已经过时的观点 所以最后喵哥想问一下 如果是你买车的话 你是不是也会基于以上几个理由 优先考虑手动挡呢 还是毫不愚愚的 我就买个自动挡吧 毕竟我自己开的舒服了 比什么都重要